有時候很多觀眾都會問我 他們想買一部二手手提電腦 但對手提電腦就不太熟 所以就不太知道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 那麼對了 趁著我的朋友剛好入手了二手手提電腦 今天跟大家一起做一次 二手手提電腦如何檢查機器會比較好 還有買的時候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如果你出去交收 拿到機器上手的時候 你要檢查機身外面有沒有花 有時候金屬面用得很久都比較容易花 然後打開裡面的底部看看 鍵盤面這些位置有沒有黏油汁清不走 而這裡是有東西的 稍後我們可以試一下清不清得到 另外就是它的架位 這些架位就小心一點 如果它鬆過頭你都不要了 有時候它們用得不好的話 是有機會弄到那個架位不行的 那個螢幕面 你可能要照一照它 看看它有沒有巴紋 反去背面看看它的機器本身的記憶 你留意一下它是水貨、刊貨還是怎樣 如果它國刊你一看就看得到 首先這個記憶是簡體字 然後上面的記憶 它的電腦名字 都是通常賣二手遊戲機器那些 或者外面的店鋪 如果它放得出來的那些 它不會說得很明白它是國行 或者你問它才告訴你 它當行貨賣的話 它價錢當然會提升 然後你不知道的話 你下了一回便會中伏 好了我看完 我知道它如果是我沒問題 它價錢都合理 那我就可以檢查機器了 好了 一開始來到這個介面 首先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設定 System 最底那裡 找一找關於這裡 看看我的CPU是i7-9750H RAM就16GB RAM 和我本身打算買的規格 對不對 那如果對 那我們就去開始 再按右鍵 然後就Device Manager 接著去到Display Adapter 你就會找到它在用什麼顯示卡 那顯示卡是GeForce GTX 1660 Ti 都是看你和你本身打算買的規格 對不對 由於這兩個規格上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試一下其他硬件上的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它的螢幕 那好吧 我去到YouTube 接著我就找RGB Display Test 那進去 你只要找一個 全螢幕的一個螢幕測試就可以了 接著你就去看它 Display Test裡面 它顯示了整個螢幕的顏色 你看一看有沒有幾個問題 就是第一 死點 第二 黑色的印 接著就和一些老塊的跡象 例如藍了一塊 和紅了一塊的螢幕的印 你就留意一下 接著你就測試了黑白紅藍綠色 然後就照計 你看不到就沒問題了 有白色就看一下 最容易看到就是黑色和藍色印 你看它的邊位 另外就是螢幕的光度不平均 邊位是黑色的 但是就不算是有問題的跡象 因為其實LCD螢幕本身也是這樣 接著看紅色 那就沒問題了 至於灰色這裡 你看到有沒有綠色的邊位 會不會突然有黑色 就會容易看得到 這幾個顏色漸變層 看看有沒有問題 都可以看一看 如果你都不太看得出 有沒有什麼問題 照計就不太擔心 接著我就試一下聲音 那你要看看喇叭是否有喇叭 它本身兩邊都有喇叭 你聽一聽聽 那些聲音是否由兩邊的底部發出 如果是的話都沒問題 好 接著我們就試一下Port位 所以你去交收的時候 你最好準備好Type-C和USB-A的器材 然後你就試好所有Port位 按下去看看它能不能讀到Hard Drive 那你就直接試得到它那個USB-A的器材 可以不可以的 對啦 那如果我是鑑到它有反應的話 我就會彈到它讀得到 接著我就試第二個了 錄到 那我就可以下一個 那還有些什麼要試呢 就是這些你即場就很難試 除非你真的很有心 你買了一些很貴的電腦 你又有Portable螢幕的那些 你就可以帶了它 然後就網線 你可以試 HDMI或者這些Display Port 要試 接著3.5mm 咪頭和耳機頭 接著就還有這個讀卡器 你也要試完 那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回家試 如果它可以支援給你7日內換機的話 你就試完有問題拿回去換吧 然後呢 接著我們就要試完它的效能 以及它的SSD 我們先看看它的SSD 為什麼要檢查SSD 就是你要看看它的機器 用得可不可 用的工具就是CrystalDiskInfo 你找到其實Google Search可以免費下載 然後你就可以在Power On Card和Power On Hours 你看到它的SSD用了多久 這隻SSD用了大概兩年 D盤用了大概72天 始終這部機是二手 它都用了差不多兩年 第九代到現在 這個時數都OK 但是如果你新機的話 你看到這些數字 你就要小心一點 然後我們就試完效能 為什麼要試效能呢 就是例如 如果這部機器是老化的話 或者它的散熱開始老化的話 如果它受不了這些過熱的話 它要自己關機 你就要檢查一下有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而去確保這部機器是正常運作的 然後我就下載了兩個程式 一個就是Fermax 拿來幫我壓力測試我的GPU 至於CPU怎樣去壓力測試 本身就是用AIDA64 但是要付錢 如果它本身都有程式 就是Intel XDU 如果Intel的話 如果AMD就是AMD Extreme Overclocking Utility 到時你就上網找一找 然後這兩個程式都會幫到 做壓力測試相關的測試 但是有時Intel XTU 就不支持某一些CPU 如果你到時開不到這個程式 就要用其他方法去壓力測試 例如Cinebench 其中一個就是Burnin Test 就是30日試用的 去到Intel XTU 接著我就去到Stress Test 其他什麼都不用教的 我只是按CPU Stress Test 然後我就按我測試多久 我自己 通常都測試半小時 Fermax 這裡就是Resolution 我選擇我自己的螢幕的Resolution 然後我就兩邊都按Start Testing 記得插電源 如果不是那部機其實試不進它的效能 然後開了一個Task Manager 我看一看我的效能 我不是在推動我的GPU 以及在推動我的CPU 我看到它正在溫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你看到它推動了很久 因為這部機器很熱 然後明明有風扇 但那個位置又不著 你就可以知道 它可能它的風扇有問題 摸上手會不會很熱 當然有些機器本身都很熱 例如Asus RG Cyphus M16 G14 其實本身都很熱 這些大機器就會好一點 那你就Stress Test的時候 順便試這些 總之你就是RUN它 一直RUN到它尾 而半小時內它都沒有任何冬瓜豆腐 而你繼續RUN得到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 另外就是值得提一提的 就是你可以開一隻遊戲 例如一些比較高需求的遊戲 例如Cyberpunk 放在這裡RUN一晚 看看它會不會是自動式機 如果都是沒有的話 就不擔心了 鍵盤就很簡單 首先你測試一下 它這個有Backlight鍵盤 你試一下燈效能不能 如果它本身的燈效已經通常 每一個燈很燈都能力 那就不擔心了 接著我就試Input 我就由左邊起算 接著一直按... 我就要試一下它的Input 是不是每一個鍵都OK 和我同一個力量打下去的時候 是可以用字 不會突然之間 我要很大力按那個按鈕才可以用字 有時有些手機的鍵盤壞的話 或者打字的人打得太大力 老化了的話 就會突然按鈕都按不了 最容易出現就是MacBook Butterfly Keyboard 那個年代出的那些產物 很容易發生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們自己檢查MacBook的話就要檢查得緊一點 Trackpad 我剛才都用了好一段時間 那就沒問題 左右鍵、Dtouch、Control全部都沒問題 還有一個值得提的 如果你是二手買回來的手機 你最好進入手機去清晨 關於拆機怎樣開到裡面 我另外會拍影片再跟大家說 所以如果想知道怎樣拆機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出那條影片的時候就會看得到 油脂的織 你可以試一下能否清清 你可以去沙沙買一支去指甲油的藥水 然後你就買些纖維布回來 然後你就試一下濕一濕 然後在這些油脂織對面 你看看能不能抹掉它的頑固油脂 但是不一定可以的 如果它的織織真的吃得太入的話 就不能清潔 你就不能清潔 你就首先試一下 Alco Horses Alco Horses 那些比較容易買 不行的就試一下指甲油藥水 然後就沒有了 你就清不了了 所以如果你本身用 想著二手放機的人 其實這些位置你最好定期會清一下 就防止它吃光的東西進去你就清不了 或者你的鍵盤位置 例如MacBook那些很容易出事的MacBook鍵盤 你就買過那些鍵盤套 然後還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二手交收的電腦 如果你買Asus機的話 最好在那兩年的國際補好買了 因為我都不只試過一次 二手買回來 或者Asus機本身都已經三個月內要去做一次 唉...不止一次 沒有補去買的話 炒的機會率是高的 當然就看撞手散的東西 都不一定會發生的 如果Dell G15、G16那些 或者Alienware那些機 你要確定自己懂得解決軟件問題 因為它的軟件是有機會弄到它經常都藍畫面 如果你不懂得解決軟件 你又二手買回來 然後你又不懂弄 又以為這部機壞了 那就浪費錢了 Lenovo很多機都是跟三年保養的 所以Lenovo機又不怕買 一年內炒機的機會率 或者是Warranty內炒機的機會率 起碼我聽的機會率就沒有其他品牌那麼高 然後就...如果Microsoft機的話 例如Surface Go、Surface Pro 那些就要很小心 因為它的捕位、螢幕那些是很容易出問題 而且它真的經常都是抽獎的 它的品質監控是差的 所以你每次檢查機的時候 你就真的要從頭到尾檢查了 例如我這些觸控是有沒有問題 這些搏鍵盤的搏不搏得到 這些很重要的 我買一部二手那些 整個機器都花了在Surface 然後就提醒大家 如果MacBook的話 基本上如果有FIN Warranty 你可以隨便檢查 然後你拿回用就可以了 有問題你就拿去弄 那就絕對不擔心 如果過了幾年貨仔 你都想買的話就小心一點 你打開機的時候就要看看 它有沒有很黏手 那些如果很黏手的話 這些邊位就有機會它的膠開始脫變 會影響使用 這些又很難救得回 但如果你有問題 你買那部機回來就會令你用得很不開心 就你知道是有Touch Par的顯示器 所以其實是無論上面的顯示器 你要檢查 下面的顯示器你也要檢查 都有機會是有印的 那接著那些鍵盤 好像我剛才跟你說 就是它因為Bluetify鍵盤的年代 它是很容易打打下就老化了 變得你打完之後就很大力才能打下去 那這些就要小心一點 然後就有些Port位 那如果用得久的MacBook就有機會是鬆了 那另外就是鍵盤面 鍵盤面如果它用得比較差的話 它就會整個鍵盤面都是油絲 那這些就要小心一點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要檢查的東西其實也大致上要檢查這麼多 那下次就教大家怎樣拆機和清塵 那大致上你要知道關於二手機上手應該要做什麼 就是這樣 那如果還有什麼問題就可以告訴我 那我如果做到的話我會儘量做的 下次再見 我是Wallace 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按個訂閱鍵 按個鈴鐺的鈴鐺 有新片的時候我們就馬上收到通知了 Bye Bye 我不會再說 我會不會再說 我會不會再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